香港区议会选举明天举行 约300万选民将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412名区议员 一般认为这将是建制派与泛民主派之争 河南一马市三日晚上发生的矿坑落盘灾变 最后一批45名矿工在受困矿井下36个小时之后 今天全部获救 总计这次事故造成8人死亡 66人获救 针对最近几个月不断发生的藏族森尼及民众自焚抗议事件 美国政府公开敦促中国大陆官方改正他们的西藏政策 美国政府并表示 这项政策实施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很多网友们纷纷解囊 借钱给艾未未 帮艾未未偿还税务部门开出的总额人民币1500多万元的税单 近昨天半天就已经筹到60多万元人民币 先行养开电视整理报道